戈尔巴乔夫不受俄罗斯待见 古今表示有话好说 9月3日戈尔巴乔夫遗体告别仪式 在莫斯科公会大厦援助大厅举行 仪式之后戈尔巴乔夫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紧邻其夫人赖莎的墓地 据悉葬在该墓地的 都是一些高级政治家 知识分子 诗人和皇室成员 其中包括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以及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 当天数千名各界俄罗斯人士 都参加了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 俄罗斯群众更是排成长队为戈尔巴乔夫送别 告别厅内摆放着俄罗斯总统普京 总理米书斯金等人 和一些机构部门进线的花圈 不过普京并没有在葬礼仪式当天现身 在两天前普京曾在中央临床医院 告别了戈尔巴乔夫的遗体 而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 普京因国务繁忙 工作形成安排紧张 所以无法出席三日举行的戈尔巴乔夫的葬礼 同时他也强调戈尔巴乔夫葬礼 将包含国葬的部分元素 包括仪仗队等等 官方还将协助其家人安排葬礼 不过一些人认为 所谓的有部分国葬元素 说明戈尔巴乔夫的葬礼 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国葬 加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连葬礼都没有参加 足以见得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地位并不高 而普京很有可能只是出于礼貌 才提前到医院跟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 以及增加一些国葬元素在戈尔巴乔夫的葬礼中 毕竟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第一 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见证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时刻 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一生 真的难以用功过两字来评价 对于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在一定程度上都负有主要责任 外界一度认为这与他的一些错误政策有关 但是就和戈尔巴乔夫后来解释的一样 让苏联解体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这也是他被逼无奈的选择 毕竟没有谁愿意冒着可能顶一辈子骂名的风险 去让一个国家彻底泯灭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被所有人认可 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等国 所以连西方媒体都表示 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备受赞誉 在自己的祖国却饱受指责 就连普京都不止一次当众批评过戈尔巴乔夫 而且言辞非常的尖锐 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 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 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诺切者 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 作为一个政治家戈尔巴乔夫 可能还值得人赞颂 但在普京看来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不能一直坚定临危不惧就是最大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当年推翻苏联体制 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改革 这对当时已经千疮百孔的苏联来说 无疑又是一次双重打击 当然戈尔巴乔夫的初衷肯定是好的 但是未免有点急于求成了 毕竟一改革就会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 如此一来更多的麻烦就会接踵而来 更何况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思想还很封闭 一味地跟随西方的步伐进行深阿应套的改革 完全没有结合苏联自身的特点去走出一条新路 难免会遭遇失败 如果当初戈尔巴乔夫不改革 苏联虽然也不一定能坚持下去 但肯定也不会那么快垮掉 可见戈尔巴乔夫明显在智慧和谋略上都难堪大任 可能普京和我们一样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为国为民的初心感到敬佩 同样也为他的愚蠢而愤然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